就这个舞台说实话放到这个节目里 就是我个人意见 对我有点埋没 其实这个舞台本身刚刚也有提到灯光 Glamorous 对 然后至今 Grammy 我之前不是说过他有一个S属性吗 是说他善 因为他一直在发光 今天想说另外一个S属性 就是Sing 这个属性才是他真的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名字 Super 哇一出来那个岁月两个字就直扑我脸上 这个质感真是太棒了 真正的歌手与真正的歌手之间 才能出现这种神级合作 对 一种chemistry的 对 我刚刚又去听了一遍这个歌 我觉得这个前奏我刚刚已经讲了一点 这个钢琴的趴音 然后包括他给的这些所以打击乐的音效 配合着他这个灯柱下降 非常的Gatsby 就是来到前两句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 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 他这个眼神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虚焦的感觉 给你一种千言万语都在我这个眼神当中 他唱的时候还来到了这个叫一个烟音的感觉 因为他是对吧 因为他我唱的肯定是不行 对 我也为了夸张的给你表示 他是一种既收又放的这种表现形式 去告诉你一种千言万语的厚重感的同时 他又是在慢慢讲出 1分32秒这个我小小的假音的转换 之前黄一山老师他的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大的转换非常丝滑 1分45秒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共鸣 已经换回到了比较清澈的头枪 因为他要去表达初春的清晨 每一句歌词 每一个节点 他用自己的枪体在进行变化 这个之前我有讲过 1分59秒的时候呢 云很淡的时候 完全转入头枪的部分 两个人的衔接 真的是完完全全表现景象的一段 2分16秒我有注意到他的哒哒哒 他配合的不仅仅是黄岐山老师 更是后面起来 即将起来的提琴的协奏 去听一听多听两遍 那么3分21 我天天就像布置作业一样 你们是不是特烦我 3分21秒的时候 两个人进行了合唱 且听我们这一段话呢 用这个咱们弹奏一下的话 D5 C5 E4 G4 B4 那么在中间从E这个环节开始 两个人有小撮八度 好美 最后又合并在一起 给人一种岁月留不住 但是我想抓住他的小小的这种流沙感 最后收尾的部分呢 是回到这个云很淡的 这样让你这个淡淡淡淡失去 Fade away 你要知道 现在 我们的电视剧都演不完整 那种如此完整的歌曲 像电影电视剧的质感 我说的Preciate Man 对 看完舞台非常想讲英文 太难得了 真的又再次感受到 真的是好的歌手之间这种碰撞 就是可能有的人说 歌手本来不应该这样 并不是 为什么我们没有水 桃花诺 我们其实已经观赏了桃花诺这首歌 但是 我们就觉得 真的是 刚听完岁月 再去欣赏那首歌的话 就是有点欣赏不来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一些好的嗓音 我觉得就是说你今天做这个节目了 你可以把它拔到这样的高度 就是What are you doing man 就是看了这个节目 怎么说呢 我特别同意陈姐之前节目里说的一点 上一个视频 说这个 就平台真的是 每次就是既想要又想要 对 可以看到它中间设置了很多流程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音宗 它里面有真人秀部分 还有 你们借我这个表情包吗 还有他们自己reaction自己 太想要流量了 所以它把好多点都综合在了一个节目里面 可是这里面很多 牛掰的歌手是自带流量的 对 他们在想什么呢 就这个阵容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阵容是完全OK的 就是大家都非常想看这些好的歌手 有这些表演 但是里面就是有一些操作就让我不懂了 其实因为上个视频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和会议呢 见到了很多水果植物平台的这些人 所以据我们的了解呢 他们是真的非常的struggle 在既想要又想要的这个情况 并不是说他们遇到真正意义上 比如说 上面的困难 或者是其他的困难 只是他们觉得这样子既想要又想要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 更多的东西 对 哎呀我这个说的非常磕磕绊绊 因为我很害怕被屏蔽掉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钟爱的这些歌手 他们有了一些名气 有了一些这个大家的支持 是不是能够过得好一点 并不是的 我们把话说在这里 我们需要持续的支持他们 需要持续的让比如像周深 这样子的歌手 一定要让他持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跟能量体 否则这些人就是他会随意的既想要又想要 而且他们还会就是在环节设置 有一些地方会挖坑 因为他为什么知道这些坑 就是他想要挑事 嗯 你知道吧 然后挑起来事这不流量就来了 他因为他在叉叉叉叉哥哥那个节目里面尝到了甜头 对 就是你知道这种这种完全完全我不能看懂跟不能理解的甜头 人家好好的歌手是来唱歌的 有的时候不得不放很多精力上去应付这些坑 他们有一些人在里边反应特别快 情商很高 很好化解的这些 要不然真的会踩到这些坑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关注特异号老陈 一圈身的到处都精彩 那我们明年再见了 拜拜